大家好,我是阿健 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今天花两块三抹钱 买了六颗上海青 给大家分享一个 家常又美味的做法 小炒上海青 做出来颜色翠绿 非常入味好吃 一周吃八次都不腻 接下来就跟着我的视频 来看看是怎样制作的吧 我们将小青菜 一片一片的给它剥下来 好多人在炒青菜的时候 不是出汤 就是容易颜色换黄 其实只需要掌握一个小技巧 做出来的青菜 翠绿不变色 挑选青菜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挑选这种 杆子青壮一点的 这样吃起来才清脆爽口 我们这边也叫条根白 就是跟条根差不多大小 也可以叫青菜 或者上海青 你们那边叫什么呢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接着往里面 加入一小勺食盐 然后加入清水 给它没过青菜 再用淡盐水 给它浸泡五分钟 五分钟以后 我们一片一片的 给它清洗干净 多给它淘洗两遍 洗干净之后 给它放入漏篮里面 控干水分 控干水分以后 给它放在菜板上 再用刀给它拍瓶 这样不紧 更容易入味 而且炒的时候 更容易成熟 拍好之后 全部给它摆入盘中 接下来 我们来切点小料 几个蒜子 给它切成蒜片 切好放碗中备用 一小块生姜 也切成薄片 不需要切太多 切几小片就可以 切好和蒜片放一起 一把小葱 葱白 给它切小段 葱叶的话 给它切成葱段 切好 给它放小碗中备用 再来切几个小米椒 将它切成细圈 加点小米椒 可以增加口感 而且做出来更加的开胃下饭 如果不喜欢吃辣的话 咱们也可以不放 切咬之后 和葱姜蒜放一起 食材备起好之后 接下来我们开始烹饪 锅中加少量的食用油 油了之后 给它划一下锅 这也叫润锅 油烧至微微冒烟 我们下入小青菜 给它煸炒30秒 炒至半段的热 将它切好 大豆腐 和后盐 剪热 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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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会不易变色 大概全程翻炒50秒左右 然后给它盛出来备用 然后继续往里面加点食用油 把葱姜蒜小米浇给姜姜 煸炒出香味 煸香以后再把没有拍的小心再加进来 然后随意的给它翻炒几下 再把青菜也倒进来 然后开大火 给它翻炒均匀 所以我们一定要动作快 猪翅蒜 翻炒均匀以后 接下来我们简单调味 再加点食盐 来点松茸鲜 继续开大火 给它翻炒均匀 把调料给它炒至融化 亲爱的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觉得这道菜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记得给阿茜 点个赞 或者评论转发一下 非常感谢 炒至青菜断生 锅气十足 我们再锅入一点薄茜 像这样 一道非常好吃的小炒上海青 就制作完成了 我们将不关掉 出锅装盘 即可开吃 这样炒的上海青 颜色脆绿 非常的入味好吃 鲜香四溢 炒青菜 重点是提前给它干扁一下 炒出来的上海青 好吃又好看 效果立竿见影 脆绿不出水 就算放半小时 也不会发黄 如果你也喜欢 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见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天天开心 八颗牙齿 晒太阳